這個昭平公園昭平車站 就是我昨天講的 他們在1976年以前 這個地方是過去因為伐木的這些工作的關係所形成的一個聚落 所以這個昭平車站是過去的一個阿里山的舊的聚落 那後來就是因為要發展觀光的關係 包括阿里山公路開通的關係 那現在阿里山車站那個叫做第四分道 然後呢在1976年就發生了一個很奇怪的火燒 然後呢就把這邊的聚落就全部燒掉了 然後而且不讓他們重建 然後呢就用這種各種壓力的方式 然後呢都還有警察在這邊駐守 就是不能讓他們重建 那個蓋了就拆了 然後他們後來在壓力之下 後來才搬遷到那個就是現在的第四分道 那另外呢我們昨天在壽政宮有沒有 就是在這一個下面 所以呢壽政宮旁邊不是有一個水池嗎 他們就是水池會把水抽上來這個地方 所以阿里山當時在發展觀光的時候水是很少的 你像就是那一挖的水而已 所以呢上來的時候人一多的時候一用水之後水就不夠 所以當時在1982年剛開始初期在發展觀光的時候 會出現沒有水可用 所以很多的配套都沒有規劃好 後來才在上面再蓋了一個非常大的蓄水池 非常大的蓄水池 那我這邊再講一個故事就是那一個水池的故事 那我們不是講說這個地方 因為昨天我講說樹林塔對不對 因為這整個森林它是一個什麼超生物體 很多萬物有靈論是在日治時期日本的信仰裡面呢 他們覺得每一個都是有靈魂的 所以呢這麼大的一個地方它有很多的生命 很多不同種的生命 然後呢在這樣子被砍伐的狀況之下 他們就等死掉了對不對 所以呢就出現了很多這樣的一個奇奇怪怪的事情 所以呢當時也發現了 就是我們剛剛講說受政功 然後有一些靈異的現象嘛 所以大家會不會覺得這個 這個玄天上帝的這個力 就什麼講這個神力很夠對不對 就深信不疑 因為它有一些神奇的力量 所以呢三不五時這個基同就會怎麼樣 Kidong 然後有一次呢基同就Kidong了 然後大家又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那個玄天上帝很威猛啦 所以呢Kidong都沒有關係 然後他就跑跑跑跑跑 然後在廟裡面前面跑一跑 然後跑來跑去呢 然後呢那個Kidong之後呢 就一直走一直走 就走到水池那邊去了 結果呢大家都很緊張 說他怎麼走下去了 然後旁邊人就說不要阻擋他 他沒有關係了 因為呢那個帝爺公附身 無敵的 那就要走下去了 然後他就等啊 等那個基同 那個附身的那個 那個基同 應該有玄天上帝附身嘛 應該走下去 水裡面應該會再走上來 就一直等嘛 等等等等 等半天呢 結果那個基同就沒有再上來了 然後大家就啊 糟糕了 就開始去撈 就死掉了 所以 就死掉了 所以那個也是有意外的插曲啦 不是說每一個那個Kidong之後 附身之後 好像就無敵了 他下去水裡面真的就走了 好我們往這邊走 好我們往這邊走 好 好 好